中共渗透台湾媒体引发学界的关注 不止媒体言论环境 中共对台文化统战的脚步 已经是随着两岸交流日益频繁 显得越来越快速 而越来越多的两岸文化交流 不断地在台面上和台面下进行着 但两岸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文化交流 接下来的专题报道 我们就从京剧开始 但您看到为何发源于中国北京的京剧 反而在台湾找到了落地生根的土壤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台湾可以保存这个起源自19世纪的传统记忆 请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顶着凤冠优雅拿扇 知名金剧巨木贵妃醉酒 试验陈迭衣的张国荣 将杨贵妃命心的万段除续 透过影神唱腔 展露无遗 而看似华丽的凤冠侠皮外表 却是如假包换的男儿生 我们的上一辈教学的老师 几乎都是男老师在教五代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 那时候的女孩子是不能来学系的 早期封建社会的年代 男尊女卑的既定观念 也间接影响金剧的角色扮演 生 淡 并无尊非穿净 敬 此个行当之中 赋予女性特色的弹角 最后还是由男性单元 每一个行当隔行如隔山 所以当你要再去学的时候 只有在说 比较一个特殊场合 是反串 它不可以混淆 因为它的动作 它的唱腔 它的身段都截然是不同的 还有一个就是 一谈到金剧 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他是万运林 台湾戏曲学院金剧学系组任 激起台湾与金剧的接触 大约在民国36年 台湾金剧演员顾振秋 率领顾剧团来台演出 引起热烈鼓响 十年后 由山东梅兰芳之城的王振祖 在北投创立复兴巨校 这就是一个公称的一个手 而万运林就是排行新自备的 毕业学生 虽然我们的校长是男生去学弹角 但是从他那个时候 他创办学校 他就没有再让男生去学弹角 就归回你原来的本位了 你是男生就学男生 是女生就学女生 垫起脚尖 绕圈行走 左手拿马鞭 右手直钢鞭 身被好奇的舞弹 准备向前方敌军迎战 流畅到位的动作 是平时苦练基本功的成果 每天早上五点半的必修陈操 以及学术并进的专业课程 对别人来说很难辛苦 但对这些年龄不到十八岁的同学来说 只有不断向前 兴趣所以就肯练 因为艺术的路永无止境 怎么练都没办法练到最好 所以要一直持续 传统其实真的很美 因为包括什么 一朝一世 任何一个功法都有它的道理在 所以我觉得传统是个很棒很棒的 就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好的宝物 不过这份宝物 金剧曾一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严重摧残 中共打着破四旧立四新的骑士 靠着铲除旧文化之名 对金剧影异工作者加以迫害 并在他们身上 以有反动派的标签尽心批的 你当这是小人做梦 我从天降 我是不对 是咱们资格一步一步 一步步走到这幅田地来的报应 我早就不是东西了 文革那个时代让他们真的是非常心痛 因为他们的父母亲都曾经因为文革 所以被斗争 所以他们想到那一块面 心情就非常伤痛 那同样的在文革的时候 敲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了 金剧原本应该让中国人引以为傲 却在共产党无敌的政治手段下消失殆尽 而这一双就是万玉民口中的敲 像三寸金莲的特制鞋 他表示现在只剩下台湾 仍坚持培育人才 敲的艺术就像芭蕾一样 所以它仍然是挺挺玉力站在舞台上 它并不是一个不可以表演 或者因为受了文革的影响 而把这样的一个那么有价值的一门艺术 把它取消了让我们非常感到会心痛了 所以目前台湾还是继续在培育 有关于敲工的这一门相关的一些传统戏曲的表演 曾经有专家说 中国的传统经济之所以能够流传发展 是在于经济特有的灵魂与基础 如今时光流转 让濒临失传的文化记忆 反而在台湾找到了落地生根的土壤 我觉得是需要再继续被保存的 这是我们现在 我们这一辈的一些教育工作者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承担的一些传承 给我们下一代 近年来 经济台湾的经济原海 出现严重的贯存现象 不过 万岳明仍旧热观看待 他说 因为我们身在自由的民主报道 台湾 不要有鸡脚 这个地方我们称为鸡脚 我们就有一个方法